美國的白宮的這個國家安全顧問蘇立文 他公開講喔 過去從來沒有這麼高階的 我幾乎印象中沒有這麼高階的 這個官員公開講說 美國對盟國的承諾非常的神聖 就如同美國跟以色列 美國把以色列跟台灣是並列在一起 用這樣的一個盟國對待的一個看法來看待 你看美國現在是因為 國民黨這樣不斷的轟 不斷的轟 轟到慘白講 我認為美國真的有點不太爽快 他直接告訴你 我看台灣的態度就是像跟以色列一樣 你要知道以色列這個國家之所以在 中東那個地區在他旁邊 可以說這個敵人環視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他屹立不搖 當然他有他自己堅實的這個政治體制 他自己非常自力自強 就是自助而後其他國家的援助 包括美國也很堅定支持他 所以以色列在美國 包括他的科技商業各方面各個領域 他都有相當相當大的一個龐大的一個震驚勢力 那換言之你今天美國都已經跟你講那麼白 我把你台灣就看成像以色列這樣的盟國來對待 我請問這樣的我講白講表白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事實上就是表白 這樣的表白還不夠露骨嗎 所以我認為說不斷的把自己比喻成阿富汗 暗喻成阿富汗 我認為這個其實也是背離事實 大家會講到說沒有國民黨什麼台 就沒有今天的台灣 你這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沒有台灣的話 你中華民國早在1949年你就已經滅亡了 然後第二個到底是誰一天到晚 只要講到有可能就是中共犯台這件事 就想說那你美國會不會出兵呢 那你美國會不會出兵呢 你為什麼不問你自己會不會為中華民國 留在這塊土地上奮戰 而是要把這個炮火指向美國你的盟友說你會不會出兵 如果他不承諾他會出兵 那我們就不要打 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你有你這樣的心態 你們才會丟掉中國大陸的 那如今好不容易來到這一塊小島上 難道你要讓我們跟你一樣 然後全部再自逃 你們可以可能有一些子女在國外 有一些房產 然後有居留權 你們可以飛去 我們這些人是沒有 我們就只有這塊土地 我們只能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所有要選總統的人 你應該簽一個切結書 打來我一定不跑 打來我一定我的子女全部都在這塊土地上 不然你憑什麼告訴我 你要來帶領我們這個國家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當然一直在講美國 說美國過往有很多就是好像就是跟丟棄盟友的紀錄 可是你要知道 七十年來美國從來沒有丟棄過南韓 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有兩三萬駐軍駐軍在南韓 那為什麼 因為南韓從來沒有放棄過保衛自己的家園 從來沒有一絲念頭說 我們要投降 如果北韓打來的話我們要投降 人家南韓也從來沒有說 那你到底駐軍在那裡 要多派一點人那什麼人家有提出這些嗎 當然沒有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只有那種巨英國才會一天到晚講說 那你不來那我就要投降這類 而且阿富汗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什麼叫做斗米恩生米酬 其實美國某種程度對阿富汗也就是這樣子 我過去二十年我砸了兩兆的美金在扶植你阿富汗 阿富汗有一些人的心態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要給我保身體 你現在要給我整個全部就是要給我孤單到底就對了 但說一句實在話 你去找誰 用他這個另外一個國家的稅金 來幫你這個國家 幫你這個國家建立制度 幫你這個國家打跑壞人 花了二十年時間 到現在 而且他早就告訴你 你自己要想辦法 你自己要站立起來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自己還沒有辦法去 為你自己自由民主 跟你自己女權奮戰 那你現在來責怪美國某一種程度上 我覺得這樣其實也是不厚道的 你要跟一個人做朋友 一天到晚懷疑他 我想這個不是做朋友的方法 至少代表你根本沒有做朋友的誠意 第二個 這個剛才我看到那個圖 就是美國加ROC 我不曉得 這個我好像覺得 是不是最近在討論到 這個國民黨的黨內的選舉 一直有人說 1949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1949那時候很明顯的就是國民黨失敗 中華民國失敗幾乎被亡國 我想這個大概是要提到這一點 意思就是說 這個失敗者最喜歡的就是什麼 就是找藉口 找理由 成功的人是找方法 現在來講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說 這個台灣不能夠相信美國 美國的承諾有問題 美國背叛盟友 那你說美國背叛盟友 你怎麼不看看韓國咧 怎麼不看看以色列咧 怎麼不看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 也就是說這個一直這樣講 除了影響台灣跟美國的關係之外 我覺得第一個沒有任何益處 第二個呢就是說 這個美國本身來講 他需要的就是 他的這個盟友 自己有自立自強的決心 每個國家都一樣的 如果說總是希望說 靠這個美國來保護 然後呢 這個美國如果沒有來保護 忽略了自己的責任 我認為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像蔡總統昨天講的就很好 第一個你不要依賴別人的善意 我們看現在台灣 哪一個政黨總是要依賴別人的善意 哪一個政黨總是說 我拿出什麼九二共識幾個字 就可以天下太平 這點我認為說 要比依賴美國來的更沒有意義 更沒有價值 更不可靠 然後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阿富汗的情況跟台灣 更是不能相比 台灣本身第一個 我們有一定的這個經濟實力 有一定在國際上的位置 然後台灣人內部的共識 跟阿富汗作為一個部族 他這個國家的形成 還是相對比較近代的事情 這一點來講 我認為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如果現在要說 這個台灣唯一有可能 比較容易面臨像阿富汗這樣危機的 只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裡面的人的失敗主義 投降主義 跟敵人勾結 然後動不動就是 好像在保護自己的時候 在扯後腿 我認為這個是阿富汗 今天出狀況的最大原因 其實美國有沒有援助他 有 美國有沒有幫助他 建立自由民主的體制 有 他自由民主的體制 雖然不是這麼完美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他也有女權 也有選舉等等 但是為什麼現在這次 這個失敗的這麼快 在於什麼 在於不抵抗 在於內部失敗主義 在於裡面很多人 包括政府 包括軍隊有什麼心態 贏王失的心態 所以塔利班來了 大家覺得 這個反正就是改朝換代 變天 甚至還有一部分的軍隊 認為什麼東西呢 認為說政府軍 塔利班 都是阿富汗人 都是阿富汗軍 所以這樣的心態 當然再強的武力都沒有用 那如果說台灣會面臨這種問題 絕對不是在於其他任何國家 在於什麼 台灣內部 在於一個國家內部 自己的這種失敗主義 投降主義 我認為這個是很嚴重的 那AIT或者是美國方面 一看就看到什麼呢 最大的危機 不是中國對外的威脅 而是你台灣內部失敗主義 所以他馬上立刻 在國務院就發表言論了 那現在來講你說 好 這個美國是我們的盟邦 可是有沒有哪一個 在台灣的主要的力量 或是政黨 不斷的在反對說 你這個美國的商品 這個怎麼樣來 發動這種反美的 這種公投等等 我認為這個都是 這個國際社會在怎麼看 台灣怎麼在看美國 到底是誰比較沒有道義 我認為這個其實是 這個我們台灣自己 要去想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一直讓 國內這種失敗主義 投降主義 美國要賣武器給你 結果你在國會裡面 幾十次在那邊反對 在那邊阻止 這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歷史事實 美國沒有說 不重視台灣的防衛 美國也提出清單 要賣你武器 愛國者三行 這個潛艦 這個反潛機三項重大軍購 在2004年的時候提出了 那時候哪個政黨一直在反對 哪個政黨一直在反對 這很清楚嗎 你說這個時候 你一直在反對 然後你說你美國背叛你 這個我老實講 這個全世界的人看不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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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那'?